所有我们 我们悟行法师 以及佛教界桌山长老 以及各位师兄 师姐 各位法师 贵宾 长官 大家午安 阿弥陀佛 今天 是我个人莫大的荣幸 但是也是 是心中有淡淡的哀伤 来参加 镜空老和尚 也是我们的精神导师 他的满期的一个仪式 那我想 在9月3日 代表台南市 185万市民朋友们 颁发荣誉 卓越市民状 我提过 镜空老和尚 也是我个人的精神导师 在2009年的时候 在电视采访中 我就已经如沐春风 能够亲自老和尚的提息 跟老和尚结缘 从政以来 也一直依循 清空老和尚 清空法师的教导 为市民 为台南 以及为国家而努力 我们知道 老和尚不仅是宗教的领袖 也是世界和平的缔造者 他不但 见过 跟伊斯兰教的 哈比哈山 长老 会见 也会见 当时的教宗 本土十六市 也在美国会见 小布希总统 在英国会见了 当时的威尔斯亲王 查尔斯王子 现在的英国国王 世界不管是政界 宗教界的领袖 都非常仰望 大师的风范 所以我刚刚提到 大师不仅是 世界和平的缔造者 也是宗教交流的宗教领袖 在大师生纳六十三载 接纳六十载 这些年来 弟子无数 但是也对世界 对于台湾 以及对于所有人类 有做出了重大贡献 我们今天 一起来为大师满期 来进行法会 希望老和上 生死人心的教化 可以让台湾更美好 让世界 小米战争 让世界大同更迈进一步 感恩各位师父 感谢各位长官 各位贵宾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市长刘布 请市长刘布 物行法师 请上台 礼貌上 我们应该是把感谢状 送到市府去的 那因为今天场面特别隆重 世界直接转播 那我们极乐室 由物行法师代表 要送给一个感谢状 给我们的市长 感谢状 只感谢台南市 黄市长韦泽大德 与百芒 禅绕中 直上人 上镜下空老和尚 远及 智商期间 屡次 亲临关怀 并促请 民政警察 交通等 各局处单位 慈心照护 去除 忙疑 法会圆满 人天共聚 安详仰慕 盛重赞扬 极乐室 市众弟子 永怀感恩 仅具 此表达 真诚谢意 唯愿 春秋东下 四大长安 慧德普照 俯成横急 极乐室 祝乐室 祝祝 祝祝 祝物行 率 市众弟子 扣谢 谢谢 谢谢 谢谢市长 谢谢 物行法师 谢谢 要上香 那个市长要上香 事长 报的事长 经常 工农